這在我們的第二台車上 台山河子 這在我們的第二台車上 台山河子 選前的車嫂敗票最後衝刺 但這輛車上有一名男子 特別引人注目 以及他的太太跟兒子 都在我們的第二台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鄭蘊鵬帶著老婆兒子一起 然而大家卻直接歪樓 一同戴著白手套穿起競選外套 夜在一旁揮手拜票 開心比夜合照露出 靦腆的微笑 許多網友看到轉發分享 寫下留言 兒子也太帥了 忍不住螢幕錄影起來 默默就把現實動態看完 還笑成動得掌握流量密碼 直接封上桃園春優的稱號 還說鄭蘊鵬現在根本就是國民公公 不過他已經不是首次出面了 2022年市長選舉敗選卸票 當時兒子也一起參與 鄭蘊鵬提到希望讓孩子可以看到 對於選舉的結果 大家都是尊重的態度 敗選也是溫暖有價值 當時已經引起熱議 就民眾好奇帶兒子一起車嫂 是不是也有意願從政 但鄭蘊鵬表示兒子也才16歲 規劃未來及從政的問題 目前是要專心準備考試的階段 不會去想這麼多 一家三口一起敗票 顯現出家人感情真的很好 不過兒子的高顏值也意外帶來 話題討論 TV點新聞當中 親藍庭桃園採訪報導